亲爱的视频观众大家下午好 我们今天来到了Fantana 今天我们看一栋二手房 看一栋新房子 客人在这两个当中要选其中一个 我身后这一套二手房的 基本信息是1550尺 占地有7000尺 税率是1.2% 它开价只要52万9 这个开价太坑人了 肯定要往上加 而且加的蛮多的 今天看看我们的客人最终怎么选好吗 一个低大的二手房 跟一个低小一点的新房 看最后怎么选 我给进门的一个客厅 客厅 断厅 厨房是零 在进门的地方 进来右边正对的是一个书房 它也可以做一个房间 因为这里可以改成一个衣柜 这里可以改成衣柜 旁边是 2 bath 很简整 这边是一个房间 这边是另外一个房间 这边是主卧室 这边是主卧室 sorry sorry guys 主卧室的卫生间 卫生间的领域是带窗户的 这边是窗户 这个是窗户 主卧室可以出去到院子 院子很方正 因为我们的我们喜欢吃吃 而且呢 她有一个派手 apparently 那四爷里有一个派手 烹饪 火烤 火烤 火燭 火烤 火烤 好的 我们现在到了 这个二手房跟新房挨得蛮近的 我现在身后这栋就是我们等一下要看的那栋新房 这个新房是由美国知名的建商DR Houghton建造的 它的基本信息是1872尺 四房2.5玉 这个社区将会是一个铁门社区 地税是1.27% 大家注意啊 这个新房现在地税这么低的真的是很少了 它这个社区管理费是182一个月 新房盖好以后出租的话呢 大概能租到2800到3000美金每个月 那我们进去看一下 OK 我们现在进来了 进来了之后呢 就感觉空间非常的开阔 厨房 family room和这个饭厅是连在一起的 一个开放的楼下居住空间 从这个角度给大家看一下 厨房东西这是一个开放式厨房 旁边就是餐厅 然后呢餐厅边的墙上都有窗户啊 有三个窗户一个两个 这边还有一个窗户 这个厨房的台面 我们现在看到的台面就是交房时候的标准 而且呢它这个一楼的地面啊 如果很多建商如果不选择升级的话呢 它就会是地毯 但是呢 这个盘 这个一楼的地面是会交付的标准 就会是升级的 给大家看一下它的后院 它的后院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它一共开了三盏床 并且大地增加了室内的采购 上楼右手边第一个就是它的洗衣房 楼梯针对着呢 是上来的一个loft 这个loft的大小还不错 往右边走 就是主卧室 非常开阔的一个主卧室 两面墙上都有窗户和银亮 这边是它的主人房的卫生间 领域是这样的 双洗脸瓷 旁边是马桶间的位置 在旁边呢 这边是他的衣帽机 再给大家看一下主卧室的样子 如果是我来住这个房子的话 我可能会在这里挂一个电视机 下面放一个电视柜 然后这旁边呢 还有多了一块这个位置 这个呢 我可能会放一个小小的书桌 放一点书籍 或者说 有可能我太太会放一个 它的那个小的书装台在这里 那个书装打扮可以在这里完成 我们去看一下其他的房间 这个主卧室跟其他几个房间也是分开的 主卧手边第一个是他们这边的一个第二个卫生间 也是双的洗脸池 那紧接着呢 就是三个房间 左边一个 中间一个 右边一个 我们先看最前面这一个 也是非常明亮的一个房间 也是非常明亮的一个房间 然后再看左边这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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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第四个房间 这是第四个房间 刚才房子看的差不多了 这个新房它除了地面有升级以外的 另外它还有包含了一整套的 smart home 这些facilities 包括些什么呢 就是像wifi booster 就是你啊 有这个东西呢 你家里的每一个角度 你的wifi信号都会很好 不会说有个地方好有个地方不好 还有它的那个alexa声控系统 很多朋友买新房的话 这个东西现在已经很普及了 就是你可以 直接叫它 帮你开音乐啊 开空调都可以 还有就是这个remote 这个switch 你可以用你手机上 你可以开灯关灯 还有就是这种输入密码式的 这种开锁的 包括你人如果不在 家里有人来了 你要帮他开锁 手机上也可以完成 还有就是dorpail 还有一些空调控制器等等等等 可能现在的房子盖得越来越好 它的那个居家体验也是越来越致美 现在两栋房子都看了 总结一下吧 那个二手房的话呢 它是一个平城 完了之后1550尺 订税税率是1.29 然后呢 1999年的房子 它现在开价是52万9千 但是它肯定不会在这个价位买掉 我们预计它的成交价应该会在 57万到58万的样子 那么它的租金呢 大概会在2600到2800的样子 看到时候的市场 那这栋新房子呢 是1872尺 地税的税率也是1.27% 然后是一个铁门社区 然后有182每个月的物业管理 租金会在2800到3000美金左右 那这种情况下 如果是您 您会选择去竞争这一套二手房 还是会买这一套新房呢 刚刚我们看了这栋房子了哈 很满意 我们现在去实地看一下这个房子所在的位置 这个太拼了 这是我见过最拼的销售 这是我见过最拼的销售 对 我们想要听的就是这一套 这一个 这一套 所以房子会浪费到左 我一个专业的音乐 哦 真的吗 我叫我个销售 这个销售很有趣 他自己是一个音乐家 这个销售是什么已经写在那里 我会给你$5,000的项目 你确定吗 真的吗 好 好 看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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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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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来 看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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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 看他吗? 没问题 好,告诉我 好,我们来看看 你得了5万,5万 开开 出发 5万 签合同了 签合同了 大家有看到我的客人已经签了这栋房子 他们最后还是决定新房还是更舒服一些 而且它的持有成本也蛮低的 投资回报还可以 二手房的话如果价格非常好的话 我们也可以考虑 所以我们现在的战略就是 先把新房拿下 然后二手房我们会过去一个offer 我们给二手房出offer的价格 肯定会非常的保守 但我们拿到的可能性也应该是不大了 但是我们也想试一下 如果能拿到的话 客人再来做final decision 我是住在Rancho Cucamonga的地产经纪William 如果您也喜欢看房 也喜欢房地产投资 请记得关注我的频道 我们下一期再见 拜拜